美国空军和海军在此联合行动中 出其不意地突袭了伊朗的三处核设施 这就是最近几天 大家在新闻上看到的无业铁锤行动 虽然这次行动的战果有些众说纷纭 但纵观人类文明史 此次作战行动不说后无来者 至少可以称得上是前无故人 根据美国国防部的官方说法 7架B-2轰炸机伸入伊朗内陆数百公里 在伊朗人的眼皮子底下转了一个多小时 伊朗空军和防空部队愣是什么都不知道 B-2轰炸机就已经大摇大摆地离开了伊朗 那么考虑到这几天围绕着伊朗的局势非常乱 今天我们就要聊聊B-2轰炸机 带各位探索一下这架全世界最贵战机的内部 顺便弄清楚这架飞机到底有什么魔力 能够穿透伊朗严密的防空 摧毁沙漠深处的地下核设施的 我们都知道B-2的诞生背景是冷战高峰 美速争霸 但B-2作为轰炸机来说其实是一个另类 因为从有轰炸机这个分类开始 考察一架轰炸机性能的无非就是速度 飞行高度 载弹量 最多就是加上一个轰炸准确度 在这里面 飞行高度和速度能够让拦截机够不着抓不到 而载弹量和准确度 则能够确确实实地把炸弹丢到目标头上 因此在二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 我们可以看到以载弹量闻名的B-52和图95 也能看到追求高速突防的B-1B图160 就是没有见到过已隐身出名的轰炸机 但问题是当时间走到1973年的时候 高空高速这一套有点行不通了 熟悉历史的朋友可能知道 这一年发生了一件大事 1973年10月6日 埃及渡过苏伊士运河 发动了赎罪日战争 在这场战争中 除了埃及早期漂亮的突击 让以色列方面最头疼的 莫过于地上密密麻麻的防空导弹 当时苏联给中东阿拉伯国家 整了不少萨姆2、萨姆3 甚至还给了最新的出口型萨姆6 大家都知道 以色列空军自建立一开始 就是以训练有素装备精良而闻名的 但阿拉伯联军地面上大量的防空导弹 把以色列的天兵打得伤亡惨重 据叙利亚的说法 叙利亚反空部队共发射了95发萨姆6 记录65架乙军各型飞机 而在整场战争中 乙军总共损失了110架各式飞机 美国国防科学委员会因此认为 现有的飞机面对阿拉伯人的防空网络 尚且如此吃力 更不要说对上苏联的正牌防空网了 因此 有必要生产一种能够实现雷达隐形的飞机 确保美苏一旦开战 美国能够快速摧毁苏联境内的重要目标 于是在1974年 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 开始向美国航空业征求信息 五家公司中最终有两家入选 第一家是洛克希德 洛克希德凭借其臭工厂 在SR71上的成熟经验 提出了多面体偏折类大波的慵懒方案 最终形成了F117夜莺 而诺斯洛普的技术路线则完全不同 先是用莫兰演示机 展示了圆润的曲面机身设计 以及机身上部进气 四融于数字电船飞行控制系统等先进机设 最终在1979年的先进技术轰炸机项目中 卡特政府选定了代号为高级兵的诺斯洛普方案 而这就是后来的B-2轰炸机 后来经过了十年的秘密研发 最终在1988年才公开展示 不过虽说这架飞机的保密等级非常高 甚至是美国国会议员和政府问责局 也不知道这架飞机的存在 不过其实B-2的外观早有披露 最迟到1986年 就已经有厂商根据文字描述 制作出了B-2的模型 1988年首次公开展示之前 B-2至少有两个版本的模型玩具 大家也能看出来 虽然这两个玩具和真正的B-2略有差别 但它们还是有不少共同之处的 B-2最显著的特征 就是它神奇的外观 这个像大蝙蝠一样的外形 有个学名叫做飞翼 B-2制造商诺斯洛普公司的创始人 杰克·诺斯洛普 就是世界上最大的飞翼构型爱好者 早在1946年 就搞出来了YB-35 这种跨时代的飞翼轰炸机 后来更是因为YB-49被拆解 而一蹶不振 记恨了当时的恐军部长西明顿一辈子 不过虽说B-2算是在某种程度上 圆了诺斯洛普老爷子的飞翼之梦 但这架飞机从设计到生产 其实都和它没什么关系 老爷子只来得及看了一眼图纸 就心满意足地去世了 杰克·诺斯洛普之所以对飞翼这么感兴趣 是因为它真的有效 飞翼构型有两个最重要的优势 第一 飞翼构型天生具有隐身能力 即使是不使用特质的复合材料和细波涂层 也能够有效地降低其雷达界面积 从原理上来说 这是因为飞翼消除了垂直面 除非雷达接收器一直位于飞机的特定位置 否则雷达回波就可以降低到一个很低的水平上 这是传统构型的飞机做不到的 其次从理论上来说 飞翼的空气动力学效率非常高 甚至是固定一飞机中 气动效率最高的设计构型 因为飞机的生力来自于机翼 那么如果整个飞机都是机翼 生力就被最大化了 因此能够以更低的燃油消耗 承载更多的货物 哦 说到货物 B2的内部结构完全整合在其机身 或者说机翼之中 它的内部有两个巨大的弹舱 根据设计图上的标注 这两个弹舱叫做货舱 美军公开数据宣称 其总共可以容纳4万磅 也就是18吨的弹药 然而这次给伊朗送货的7架B2 每架B2上都装了两枚级别武器 巨型钻地弹 这些炸弹每个都重达13.6吨 总重量接近6万磅 因此我们可以说 这7架B2显然超载了不少 根据怀特曼空军基地 所在的密苏里州相关法律 每架B2要处以数万美元的罚款 不过嘛 相比起维护B2的费用 这点钱实在是小屋见大屋了 不论是采购价格还是维护费用 B2都是世界上最昂贵的飞机 每架飞机的价格超过了20亿美元 而且每天的运营维护费用也是天价 这也是B2最令人诟病的一点 1996年 美国政府问责局披露 B2轰炸机的运营成本 是B1B枪旗兵的三倍多 每年高达4000万美元 B2每飞行一小时 平均需要119小时的维护 而B5-2只需要它的一半 B2飞行成本如此高昂的第一个原因 是美国空军需要为它建造 足够大的空调机库 来容纳它长达52米的驿站 B2必须时刻待在空调房里 才能保持它昂贵的高科技 隐身蒙皮的完整性 而说到隐身蒙皮和细波涂层 从某种意义上说 这个才是B2身上最重要的武器 B2的表面被一层先进的 符合材料所覆盖 上面还有一层厚厚的细波涂层 这些材料遍布飞机的机身 用于吸收雷达波 进一步最小化其雷达截面积 不过1995年 美国政府问责局的一份报告披露 由于雨水会损坏飞机的隐身涂层 B2几乎无法在暴雨中执行任务 当然 后来随着涂层材料的改进 雨中出击也不是问题了 至于要问这么金贵的涂层和蒙皮 到底值不值这个价格 无液铁锤行动的成功 已经很能说明问题了 除了吸波涂层和复合材料蒙皮以外 B2还采用了多种方法 来降低其各种特征 以实现全面的低颗探测性 首先是红外特征意志 B2四台发动机的排气 经过精心遮蔽 冷却并扩散到飞机上表面 以降低排气温度 最大程度的减少热特征 这使得使用红外传感器 也难以探测到B2的热信号 另外 不知道各位发现没有 网络上传着不少B2起降的视频 我们仔细分析视频中的声音 就会发现 作为一个100多吨的庞然大物 B2实在是太安静了 因此虽然官方没有明确说明 但B2确实做了 降低声学特征的处理 可千万别觉得这是多此一句 隐身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 任何一个子系统出现纰漏 都有可能是非常致命的 比方说之前乌克兰 就搞出来了侦测无人机 和巡航导弹的麦克风网络 那像是苏联自然也能搞出来 除了我们肉眼可见的外形和图层 B2的内在也是非常不凡的 首先是它独特的动力系统 B2使用了四台通用电器公司的 F118涡闪发动机 这款发动机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特点 它没有加力燃烧式 我们知道战斗机开启加力燃烧式 虽然能获得巨大的推力 但也会在机尾喷出长长的明亮的火焰 产生巨大的红外信号 在红外探测器看来 这就如同黑夜里的火炬一样形目 而B2为了极致的隐身 放弃了超音速飞行能力 最快速度只有0.95马赫 但却从根源上镀绝了这个最大的热源 再配合S型进气道和机背排气设计 B2的红外特征可以说被抑制到了极致 其次是它先进的航电与雷达系统 B2的设计理念 是要让它在敌方领空内保持无线电静默 独自摸黑飞行 因此B2既要能完成复杂的导航和飞行任务 又不能被敌人抓住 这个概念的核心是一部AN-APQ-181相控制雷达 这部雷达最关键的概念 叫做低可截获概率 这种雷达的技术非常复杂 甚至可以说是反其道而行之 因为一般来说 要更好的实现雷达功能 有两个固定的指标 第一是功率 功率越大 扫描范围就越远 第二是频率 频段越固定 发射和接收就越清晰明确 但LPI雷达把这两个东西完全反过来 首先是它的发射功率 被限制在可用的最低水平上 尽最大可能降低电磁波的泄露 其次 它使用了更宽的宽带 在不同波段进行跳频 再加上复杂的调制技术 把信号隐藏在背景噪音之中 确保B2不会因为无线电通信而被拦截 正因如此 和很多战机主动用大功率电磁波 去干扰敌人的主动防御手段不同 B2拥有一套极其鼎敏的 被动电子侦察系统 可以静悄悄地监听周围所有的雷达信号 一旦探测到威胁 机载计算机 就会向飞行员发出警告 不过 有一种说法是 B2上面的ANAPR50防御管理系统 其实还有主动对抗雷达探测的手段 它的工作原理 类似于现在的降噪耳机 将发射到B2身上的雷达波 通过相位相反的电磁波抵消掉 让无线电波传播回去 当然了 由于ANAPR50的具体参数和细节 是美国空军的最高机密 这个说法其实是有些捕风捉影的意思在的 总的来说 B2的非意外形和吸波图层 是第一层物理屏障 让敌人很难看到它 而先进的航电和电子战系统 则是第二层智能屏障 让它能主动躲开地面上 虎视眈眈的雷达 正是这些尖端科技的结合 共同打造了这架独一无二的空中幽灵 介绍完了B2的外部特征 我们现在进到B2的内部 来看看里面都有什么 首先我们的登机口 在飞机的右侧 有一个可以放下的悬梯 从这里爬上去 就进入到了B2的内部 左手边是驾驶舱 右手边是一个简单的休息室 里面有一个小床 微波炉 以及一个装满零食的储物架 机上的食物 据说有各种糖果 麦片 三明治 牛奶和饮料 旁边还有一个狭小的卫生间 这些设计都是为了保障机组成员 在超长时间飞行中 能够保持最佳的生理和心理状态 毕竟他们可是单枪匹马 伸入敌后 去执行最危险的任务 前提上去的左手边 就是B2的驾驶室了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典型的玻璃驾驶舱 大部分的信息 都显示在几块大的夜景屏幕上 而我们看到驾驶室 左边的这位 显然是B2的飞行员 它的面前是B2姿态指示器 它经常被通俗地称为地平仪 上半部分的蓝色区域代表天空 下半部分的棕色区域代表地面 上下两个区域的交界线 就是所谓的人造地平线 它直观地告诉飞行员 飞机相对于地平线的姿态 例如飞机的抚养和坡度 如果屏幕中央的飞机符号的中心点 在地平线上防 说明机头正指向上防 飞机在爬升 反之飞机就是在下降 而如果整个背景向左或向右倾斜 就表示飞机的机翼正在倾斜 而在飞行员的右手边 也就是驾驶舱的右座 坐的是任务指挥官 也可以叫它武器系统操作员 它的主要工作不是开飞机 而是负责管理飞机的导航 通讯 以及最重要的武器系统 在它的屏幕上 显示的是移动地图 目标信息 弹舱状态等等 它需要划归航线 锁定目标 并在正确的时间和地点 按下发射按钮 截至到目前为止 除了2008年 在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 发生过一起B-2轰炸机 坠毁事件以外 B-2轰炸机的实战履历 堪称完美 B-2的首次实战 是在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 当时部署在美国本土 密苏里州 怀特曼空军基地的B-2 不经停 不落地 直接起飞 经过十几个小时的长途飞行 和多次空中加油 飞越大西洋 深入南联盟腹地 精确摧毁了多个重要的战略目标 然后再次经过程途飞行 返回美国本土 整个任务时长超过30个小时 这是人类航空史上 第一次由本土起飞 执行洲际打击任务 并返回的作战行动 在美国参战后的前8周 B-2虽然只占了 出动架次的千分之1.4 却投下了所有炸弹总数的11% 摧毁了33%的轰炸目标 如此高的轰炸效率 完全得益于 其先进的GPS制造弹药 世界各国都逐渐地从地毯式轰炸 转向了使用精确制造弹药 对目标进行点对点的打击 可以说B-2刚一参战 就彻底改变了世界格局 好吧 至少彻底改变了中美关系 B-2的下一次出场 就是大家更熟悉的阿富汗战争 911事件后 B-2再次从美国本土出发 对阿富汗的塔利班和基地组织目标 实施了首轮打击 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期间 更是一架B-2 创下了长达44.3小时的 超长作战飞行记录 比起无业铁锤行动的37小时 还要更长 再往后 2011年的利比亚内战 美军执行奥德赛黎明行动 三架B-2从美国本土起飞 摧毁了利比亚境内的 数十个加固机宝和重要防空设施 为后续非引擎战机的进入 扫清了障碍 最近的一次公开行动 是在2024年10月 B-2编队突袭野门 攻击了胡塞武装的地下武器库 这次行动其实算是对伊朗的警告 展示钻地弹的效果 不过伊朗显然没有把这个放在心上 这才有了B-2突袭伊朗核设施的 无业铁锤行动 时至今日 B-2从未被发现锁定 更没有一架在战斗中损失 而且无业铁锤行动的成功 说明了美军的B-2编队 和俄军的图160是完全不同的 B-2不但有能力执行核卫射任务 也能执行各类常规任务 虽然有点小贵 但在B-2一突袭者形成战斗力之前 他的能力绝对是不可替代的 好了 关于B-2我们就简单聊到这 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你们的看法 喜欢本期内容的朋友 别忘了点赞关注 我是火烈君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关注